高雄地區昨天晚間停電頻傳 在屏東縣的竹田鄉 可能因為老鼠碰觸配電線 結果造成火花 造成跳電 有2500多戶因此停電 深夜11點多 原本還有照明的屏東縣竹田鄉 突然出現巨大火光 照亮整個夜空 一陣閃燃後 小鎮一片黑 只剩下路燈還亮著 2525戶民宅停電 全部黑漆漆 短暫五秒鐘後 隨即復電 台電人員趕到現場巡查 發現有老鼠屍體 疑似碰觸配電線路的避雷器 產生火花 引發瞬間停電 高雄人武水管路 這個號制燈也突然起火 標示牌整個被燒毀 大量火星掉落地面 持續燃燒 晚上六點多正是人車最多的時候 消防人員還有水車隨即趕來滅火警戒 很快的火勢撲滅也沒有人員受傷 兩個小時後消防車趕到高雄市前津區六合自強路口 附近有七百二十戶突然停電 地下電燃故障 我們就是馬上把那個區電把它隔離 它馬上復電 相隔不久的稍早 左營區文府路一帶 因為台電變壓器不良也有156戶受到影響停電 入下之後高屏地區台電供電頻頻出狀況 高溫的天氣讓民眾熱得受不了 27號這一天晚上就有三起 總共三千多戶停電 不只台電還有消防人員疲於奔命 記得林安平綜合報導